阿弥陀佛 爱心变法界 善意满人精 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家文化 家文化首先培养的人心量大 不是人本主义 是家为本的主义 小孩生下来就要告诉他 你是家庭的一分子 你要为家庭务幸福 为家庭增光 隆总要做 念念想到我整个家族 不是父母两个人 这个观念 从婴孩就灌输 所以他一生 信心坚固我 不会动摇我 古时候家 家有家到 家到是什么 能力道德 祖宗所重视 以思维霸德来说 获取了十二个字 孝提忠心 离义廉耻 人爱和 这十二个字 家家都要学 可是 有的人重小 有的人重义 有的人重人 不一样 他的后代 沉传不相同啊 世世代代 保持你的家父母不对 要有这样的人 要有这样的人 所以在后人里头 要认真去教他 让他能沉船 能把这个家道发扬 广大 隆总要做啊 广大门门眼 中国人的 人生价值观是 建在这个地方 不是建在自己 是建在永恒 中国有句言语书 家和万死心 这造出了许多家庭 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的 关键因素 就是和谐 这一份和谐的沉吟 是家庭沉吟 彼此之间 无私的爱情 这种真正的爱情 里面 有关怀 有包容 有忍耐 有牺牲奉献 这是和谐的真音 弟子贵 是每一个家族 共同 必须要遵守的规矩 这不是哪一家的 几乎 凡是中国这个大族群 人人要遵守 除这个113条之外 还有许多规矩 那是你自己家的 别人家 他有他家的 你有你家的规矩 这一些文字 通通在家谱里头 所以这一家 有家道 有家规 那弟子规 有家规 或者叫家训 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有家学 古时候的教育 不是政府主导 是你自己家里教的 是家训 有家业 家风 家里面的风气 中国这个社会 几千年长治久安 靠什么 就靠家 家对于中国 社会的和谐 长治久安 贡献太大了 古时候的家庭 是大家庭 通常五代不分家了 所以家里人口多 普通家庭总有一年百人 一般中等社会上 都有三百多人口 家族兴旺 六七百人 八九百人 大家庭 就古时候 这家道很重视 家规 家舌 家风 家业 是以家为单位 家能治好了 把家里人通通交好了 社会就安定后平 为什么长治久安 每个人都把家治好了 社会上没有坏人 这是盛世 真正的原因 帝王 政府 鼓励 这些治家好的人 家庭治得很上轨道的 都有奖励 帝王 四个 编排 编额 在重新有排放 都是表扬的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 在整个历史长火里头 它确实有很长的时间 长治久安 每个朝代都有 有太平和盛世 怎样造成的 家文化造成的 中国人有家 爱家 它叫爱国 中国人没有自私自利 这是故事活的 因为他有家 他不能自私自利 他起心动念的时候 都要为我的家 我活在这个世界 不是为我 是为我的家 我要让我一家人 过好生活 中国历史上 太平盛世 时间都很长 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 我们看到很多 那是家 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现在也有变相的家 企业 社团 公司 这是道义 集合的家 如果能讲家道 家规 家学 家业 也行 我们细心去观察 也能够让社会难点 世界 恢复 活性 可以做了 教学 要从什么地方教起呢 从自己教起 首先要求自己 自己没有把自己教好 就不能影响别人 最重要的 带头 一个家里头 家长 中国在古代 是大家庭制度 五代 同堂 不分家了 到第六代 人口太多了 这才分一支出去 再建立一个家 遵守老祖宗的教会 我们展开家谱 一代一代 你能看到 世世代代成传 守住家道 家规 家学 家许 家业 家庭 老祖宗 世代经营的事业 形成了缝隙 家缝 给社会大众 做保养了 社会的安定 靠什么 就靠家 所以中国人所谓的 七家二后 过之 过之而后 天下平 中国 为什么 五千年 屹立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不衰 不败 什么道理 教育 支撑着中国的时候 就是家 如果没有教育 你这个家人 怎么能够大公无私 大公无私 从小就要教小孩 不能有私 和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 为我的家 他爱家 他就爱他的土地 爱他的乡里 爱家乡 爱家乡就爱国家 这个爱是一层一层 往往扩大的 所以这个清啊 是中国教育的根 都是从这个字 衍生出来 清是清爱 中国的教育 第一个目的 父子这个清爱 如何能保持一生当中 永远不变 这是教育 头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这种清爱 发扬广大 从爱父母 爱兄弟姐妹 爱你的家族 爱你的邻里相当 爱你这个社会 爱你这个国家 然后再扩大 爱人力 凡是人家去爱 爱的教育 爱人力 爱人力 爱人力